小车开上了 小帽也戴上了 发达了吧你 哪发什么答 我跟你说 我毕业以后啊 我就南下去了广州打工 干了两年呢就挣了糊口钱 干脆我就辞职回了家 后来呢在我们家小区那儿 我就开了个小卖部 小卖部 啊小卖部 不说您小子 名牌本科大学毕业生 你开小卖部 你爸姨妈不给你急啊 大财小用了没有点 这我这算啥你没看人新闻上说 那北大才子毕业回乡 他是当了屠夫 卖猪肉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壮去吧 再说了 我那小卖部啊我一年功夫 我就给他扩成了 小超市 后来我就发展成连锁超市 我现在已经有三十几家的规模呢 我就说嘛 行你小子 你是从小你就有这经济头脑 我记得你小时候是不是干过这事 上小学 你带着我们捡一拉罐和空瓶 换钱买冰棍 是不是你干的 这你都还记得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做生意 我家里人不让我做生意 我这没办法 我也只好 老老实实地读书 上大学毕业找工作 不过还好啊 我现在 总算是回到了我想要的人生轨道上了 谁的电话 怎么不接啊 小曼他爸 杨总肯定给我搞乱了 不想接 你接啊 听你岳父说什么呀 这孩子太冲动了 请你说吧 你说有你跟领导那么说话的吗 你是不是以为你科长的位置坐稳了呀 我跟你说你把那杨总惹火了分分钟 把你拿下你懂不懂 你妈说得对 就算你怀疑杨总 选择什么上市广告公司 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可是你没评没据的 你也不能给你说出去 是不是 杨总是你们那最大的官 可别得罪呀 得罪不得呀 我告诉你 当时你工作得不好混呢 我跟你说 姨勒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火气大 好气盛 不过你得明白一个道理呀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徐爷爷跟你岳父大人商量商量 把这事怎么圆过来 你不能到手的科长就这么飞了 对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爸妈你们别烦我了行不行 我正考虑人生大事呢 就别唠唠叨叨叨的了 什么人生大事啊 儿子 你是不是不想当这科长了 对 我就是不想当这破官了 我要辞职 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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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十岁人啊像个孩子 说辞职就辞职 你当着的科长可不容易啊 你不能犯糊涂啊 我忘了几代人没大出息 好不容易你有了点出息 你不能把这点充息给糟蹋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真辞职 我就撕给你看 姐姐 新家末花 你现在还没花 新家末花 妍 言 一哭二闹三上吊 有完没完哪 你上哪儿 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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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再走 我跟你说你辞职 我就 我就真的死 对 我就死 妈 你要是再逼我 我先撕给你看 你 老公 去哪儿啊 出去走 你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在单位工作那么多年 一直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的 好不容易熬上了个科长 你真舍得一下放弃啊 以前吧 当小职员 公司是这么烧的 自由 现在就好了 官是当上的 活没少干嘛 你还得琢磨这领导的心思 你还得琢磨这人际关系 活得憋屈 别那么冲动 我看啊 就是你一时心情不好 夸大了工作的难度 夸大 你真觉得杨总 觉得尚伟志他们的案子好 你知不知道尚伟志在我面前 嘚子的时候 我心里什么滋味啊 我给他们在牵着挡子弹 他们在套子 跟我往我心窝上捅刀子啊 那依勒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杨总是收了上市的好处 这要什么证据啊 我的大记者 脚趾头想想也能想出来 这明摆着的是有什么证据 你太义气用事了 难怪此前你在单位工作八年 都一直升不上职 我就是小志愿 我天生就是小志愿 我就是没出息 我努力半天了 我快当上科长了 我 我也快到头了 你是大记者 你让你嫁给小志愿 让你受委屈了 我对不起您 我委屈您了 你有病啊您 你怎么受了委屈 你拿我撒气 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妈 我是你老姑 我不是你老爸 我不是什么话 你强我我都能受得了 你生不了招你老妈去 来 哎呀妈 我这么多了 小曼呢 你 你这这这这 妈真的不能留着你 必须回到婆婆家去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我在外面受了委屈 你还不让我回家 小曼呢 妈肯定永远站在你 你这边的 妈心疼你 所以才劝你 依乐现在工作不顺 压力大 就吼了你几声 这也不是根本矛盾呢 再说了 妈不分情况 就把你留在家里 这不是计划了你们小两口子矛盾 对不对 妈 我就这么回去啊 都多没面子 夫妻之间 重要的不是面子 先胡体谅 小曼 妈这辈子婚姻不孙 妈也就阻结了经验 就一条不能啊 男人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就不能使性子 你回去吧 依乐现在需要你 等哪天依乐真的欺负你了 妈就来做床 你也知道妈那赶面仗 也不知道 好好好 那我走了 回去吧啊 你也进去吧 慢点啊 回去吧 妈 哎 哎 快 回来吧 一乐啊 你说这孩子 一乐啊 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你这都三十岁的人了 怎么跟孩子似的呢 我不是冲动 爸 妈 爷爷 奶奶 老爷 姥姥 这官我是真不想当了 那你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 我觉得累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哎呦 那你想要什么生活啊 你想要 你想跟你爸似的 当一辈子没出去的工人 说儿子说儿子呗 拿我做垫背带的 王夕珍呢 王夕珍呢 你干嘛呀这样啊 我 你他没有出去当初 你为什么嫁给他呀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平时你怎么说都行 今天你当你爸妈的面 你还这么整他 你亲生老实是怎么去 没有 妈 我 我这喘一乐了 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 我瞎掺和 我瞎掺和 妈我跟你说 我没呀 我没呀 我没我说话 我瞎掺和你啊 我瞎掺和你 咱们这些老人在中间插话 那不是瞎掺和是什么呀 再说呢 我女儿说错什么了 她说的全是老实话呀 你这又当着我们的面 这么熟了 我女儿 你这也好算成的 小心小心 小心 你再我儿子见不娘 我别吵了 别吵了 别吵了 我就是一探了你了 我让你们失望了 我让你们丢人了 但我也决定了 我明天就去跟杨总辞职 一乐 你 不是 这关你就是不当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不还是在那棵树上混吗 你为什么不能混得更好 爬得更高呢 这孩子 妈 我想好了 我不光要辞掉官职 我还想辞掉公职 这是什么 不是 不是 你疯了儿子 你为什么呀你 你 我一直都在听你们的话 对不对 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对不对 对对对 我都乖乖地按照你们的要求 活了整整三十年了 我现在就想发一回光 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我好好活我后半辈子 不是 儿子你 一乐 一乐 你说这孩子 你说他干什么呀 他想呢 这是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 我今天下午还跟人夸嘴呢 我说我儿子有多出去 我这是 我这不是 我这不是打嘴吗 一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这孩子 小妈回来了 小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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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你怎么回来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一乐要辞职了 辞职啊 妈 这事我都知道了 这不是 不是 他不是要辞掉那官 他要辞掉公职 啊 啊 公职 对 你 赶紧劝着他去 啊 呃 行你先别着急 要不 我跟他谈谈 好了呀妈 快快去 快去去 慢慢去啊 来 老公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心情那么不好 我刚刚还和你吵架 你别生气了啊 小妈 说我不对 你说得对 应该在我 最近有压力时候 从女朋友提起来 没有 是我不合 你真的 要辞掉公职 你还记着咱们高中同学刘希吗 不就是刘四眼吗 啊 记得呀 他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 戴那么厚的眼镜 就跟九瓶点儿似的 我今天碰着他 他已经是一个连锁超市的老板了 整个人就跟变了个样似的 变得充满活力 充满自信 对生活充满着激情 不过呢 我还在一个固定的轨道上 按着别人给我设定的程序力行 老公 别那么失误 那人比人齐自人 我大学同学有好多都过得比我好的 我从来就不去跟他们比较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的生活就挺幸福的呀 我真觉得这种生活不是我要的 知肠水太深了 我无论怎么努力 怎么努力 我都成为不了里面的永远坚将 我不想变成你爸那样的老江湖 我也不想年纪轻轻地变得圆滑石果 我知道 你的爱好是做一名美食家 你上中学那时候就是个吃火 整天就想着吃啊喝啊的 老实说如果能再勇敢一点 我上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继续烹饪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没准发展得比现在好 至少那是我要的生活啊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想自己创业 想开一家自己的餐厅 好啊 我支持你 现在这个时代 那实现自我价值有很多种方式 那成屋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只要你自己做了自己最喜欢的事 那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 我爸我妈 我爷爷奶奶姥姥姥姥爷 没阻止我辞掉公职 肯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没想这些我头都大 但这回我下定决心了 我知道 男人到了三十岁 一定要知道自己下半辈子要什么 嗯 我建议你呢 先别把不凡卖得那么大 马上就要辞掉公职 你呢 可以先找好铺面 做好创业计划 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 再跟你父母谈辞掉公职的事 那时候他们就不会认为 你是一时冲动了 他们就会知道 你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这样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反对你了 嗯 谢谢老婆 你真是我的神内珠 行了吧 谁呀 刚刚跟我吵架 老婆 刚才是我不对 嗯 为了弥补我的过错 那今天晚上咱们俩就别再家住了 咱们找个宾馆好好来理一下 这是你的吧 你爸 你妈 你奶奶 爷爷老老爷 都在外面等着我呢 小麦 怎么样啊 这个伊勒改主意了吗 你放心 伊勒暂时不会把自己的公职给辞了 哎哟 但是这个官他肯定是不当了 妈 要不咱们就别逼他了 这伊勒这人的性格我最了解 你看他平时总笑呵呵的 可没事人似的 其实啊就是头倦驴 他要认定的事 那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啊 其实人各有志 不一定非得当官 那才叫有出息 是 那就好比山珍海味 那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的 是吧 哎哟 哎哟 哎哟那 那你说 我们这些老东西的心血 真是白费了吗 辞职报告 伊勒 你要辞聚公职 对 和家里人商量过的吗 要知道啊 你父母可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 你岳父和我又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可不想以后被他们买约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我家人 跟我岳父大人没关系 我想得很清楚了 人可以后悔一阵的 但不能后悔一辈子 铁饭碗不适合我 我得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 伊哥 你先不要冲动 啊 要知道这铁饭碗丢掉容易啊 要想再捡回来可就难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和家里人多沟通沟通 如果一个月以后 你只要辞聚公职 那我就签字 好 那您忙 伊德我可告诉你 你要敢辞了公职 你就拿那把刀 在你妈这儿 来这么一下 对 抹完你妈 你抹我 妈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我不能眼睁睁地瞅着你 自己毁了自己的前程 你给我来这么一下 我就解脱了 我就不生气了 对 把你妈解脱了 你再上街去买上两包耗子 要回来给姥姥一尾巴 姥姥也解脱了 就是把你的脖袋解开 那都我脖子 这不是彻底了吗 怎么了 下不了手是吧 那你就干脆 就打消了这辞掉公职的念头 妈 奶奶 姥姥 你们这么胡搅蛮缠的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说什么 我们胡搅蛮缠 你妈把道理都给讲清了 这还要辞职 我们有什么办法 他我们胡搅蛮缠 伊德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你妈和你爸 让你这么大容易吗 你以为你辞职 是你一个人的事啊 这前程老我们王家 叔家 罗家 刘家 这四大家子呢 爸 妈 爷爷 奶奶 姥姥姥爷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干嘛这么死心眼了 什么年代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 干嘛非得抱着那个 吃不饱也饿不死的铁饭碗呢 不是 你不抱这铁饭碗 你要抱什么吧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想当着小白脸吃软饭 等着你媳妇回来 挣钱回来养活你啊 妈 爸 在您心里 您儿子就这么没出现 您就不能冷冷静静地 听听您儿子 对未来的规划 你规划 你有什么规划 是啊 我和小曼商量好了 我们俩打算盘下一家门面 开一家欢乐私房餐厅 什么 开什么欢乐私房物馆啊 不是你事儿干嘛 打算开饭馆做生意啊 这是我和小曼的预算和规划 合着你是跟小曼都商量好了 那上次小曼说 你不会辞职 那是缓冥之计呀 哎呀 真是小曼你 表面上你看笑呵呵的 你一肚子辣椒水啊 奶奶 妈 你们也别怪小曼呢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你们知道 我辞去公职不是一时冲动 是反反复复考虑后做的决定 我从小就喜欢烹饪 我就想要一家自己的餐厅 是 这目标是没那么圆的 也没有那么激动人心 但是这我想要的事儿 我做这件事高兴 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这么做 才能真正地找到我 这这就是你通罗马的路啊 是啊 啊 太不靠谱了 哎呀 哎呦你看看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哎呦 庆家 哎呦 你看庆家母你别忙了 你你倒是给我句话呀 哎呀庆家母呀 你儿子要砸掉铁饭碗 你这个当亲娘的都劝不住 我一个丈夫男人说什么呀 不是 你可以劝你小曼呢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是全职丫上升下下 都不同意这一乐辞掉公职 关键是你们家小曼呢 她在背后 她怂恿一乐这胡闹 什么 怂恿 哎呦你儿三都是一个男人了自己 做什么事都拿不进主意 不是我说庆家母呀我劝你 你就别操心了 儿孙自有儿孙佛啊 依乐不想朝九晚五的 想当个好厨师 你说有什么不好的 哎呦我的庆家母呀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我跟你说 你看啊 你听我跟你说 一个大男人 啊 放着好好的那个官不当 去干的这么 别炒菜的 你没说出来 就让人家笑话 炒菜有什么丢人的呀 啊我是个做包子 你看我们组里面 我又是多喜欢吃我的包子 每天排着长队来买我 我我心里可满 我试围的 哎呀亲家母回来 哎 你说说 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 你这个老脑筋真的要改改了 对不对 一个喜欢做菜 你就让他去做嘛 那样他才能幸福才能快乐 对不对 他 你跟你说 我呀 我跟你说 话不投机半计多 知道吗 真是的 哎 这哪儿跟哪儿啊 刚才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 关于你一个月后辞掉公职的事 嗯 我们可以不反对 不过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对你实施经济制裁 啊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 什么意思啊 我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后我真辞职了 咱们要干什么事 都不给咱们一分钱 就连借都不行 而且每个月的生活费 什么物业管理费 水电费 什么网费 反正乱七八糟费吧 都要跟咱们亲母子名算账 我看你妈呀 就是估计咱们要开欢的私房菜 没本钱啊 得管他们借 所以就拿这一条来逼你放弃辞职 要是他们真的一分钱都不借了 那咱们的欢乐私房餐厅也开不起了 别着急 不还有一个月呢吗 咱们再想想办法 嗯 去找找我妈 或者其他朋友 一定会有办法的 走吧 走 上车 走 走 是不是这儿啊 对了 就是这儿 老爱 听人说你女儿找了个大款 哎呦 你看看人家住的这个地方 咱们连想都不敢想 哎 一会借钱的时候 你可别不好意思啊 哎呀 我知道该怎么说 爸 李阿姨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 可是十万块钱不是小数目 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 你没那么多钱 你们家上尾智还能没那么多钱吗 上回你们回老家 就他开的那辆车 人家都说至少有一百多万呢 十万块钱 对他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李阿姨 话不能这么说 他有钱是他们家的 我又没有当家做主 那怎么说 你是不愿意借钱给你爸爸了 我不是不愿意借 我是没有啊 哎 小雨啊 我知道前一阵子 你妈妈和你继父来过 你当时啊 什么都没考虑 就给了他们五万块钱 而且还不要他们还 最近啊 爸爸和你继母确实有些困难 哎 我跟你借啊 也是向你 救个急 你总不会不帮爸爸这个忙吧 我知道 你从小的时候啊 爸爸就和你妈妈离婚了 你呢 可能对我这个爸爸 也没什么感情 但是啊 不管怎么说 我总做了尽父亲的责任 我宫里吃 宫里穿 赏吃俭用 宫里练完了四年大学啊 就是了 你爸爸给你寄的钱那里头 还有我的一份呢 这两边的老人 你总得一碗水端平吧 对不对 哎呀 算了算了老爱 咱们走吧 人家现在是有钱人了 眼里哪还有我们这些穷亲戚 哎呀 走了 爸 李阿姨 你们再给我一下时间 我再想要办法吧 好 好好好好 哎呀 哼 查我们阿姨家账呢 算清楚了没有啊 我们阿姨家到底欠你多少钱啊 亲爱的 我听张妈说今天你的亲爸后妈又来找你了 这次是什么理由啊 我爸病了急需一笔钱 我总不能借此不救吧 哦 上一次呢是你的后爸病了 这一次是你的亲爸病了 照这么下去以后你的亲妈后妈还得轮着生病 还不得轮着来找你要钱啊 亲爱的 那人家结婚之前就跟你说过 人家上面老人多负担重吗 你说过你不在乎的 是啊 我是不在乎啊 不过你家里这些爹妈亲戚什么的 未免也太多了些吧 再说了我是不在乎不说什么 可难保你那个老同学林芳 他不会在爸面前吹枕头风啊 那你那些爹妈也不少啊 就我那老同学 不就已经是你第三任后妈了吗 再说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 我们两个已经是夫妻了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 哼 冰宫 算完了 亲爱的 先给你拼一下 先是你亲妈后爸这边了啊 侄五千 三表姑八千 四姨娘一万二 二舅公一万五 嗯 行了行了行了 坐坐坐 现在是物价飞涨啊 房租也跟着涨了 这包子销量虽然涨了 利润太薄了 我那就这么多 你们拿去吧 妈 谢谢啊 妈 您放心 店面一开张 一赢了利 我第一个先把钱还给您 我再给您双倍的利息 哎呀 不急 赚了钱先把外面朋友的钱还了 咱都是一家人 早晚都是一样的呀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们再差钱也不能找过样弄借 咱人情质不能短 得争这口气啊 嗯 你放心 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们都不会管爸借钱的 再说了 你想得倒是轻松 那我爸的钱 是说能借就能拿得出来的吗 那都在黄阿姨那管着呢 估计爸还生我气呢 我也挺对不起他的 怎么了 他不愿意让我自职了 你甭理他 他这人就是自己没事 老想拿那一套改造你 听妈的话 趁着年轻多出去闯一闯啊 我这丈母娘是坚决支持你 爸 谢谢您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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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你亲妈后爸亲爸后妈 直接从咱们这儿拿走的钱 共计是三十四万零两千元 行行行 你别跟我念这些 哎 这事说到底还不得赖你啊 上会我让你陪我回老家 我说看你们公司那辆 救面包车吧 你不敢 死活要嘚瑟 非要开你那辆新买的宝马 好 见着亲戚朋友 不论亲疏远近 一见着小孩就打发钱 他们都是穷了几辈子的人 哪见过你这种人啊 现在不朝你借钱 朝谁借去 老婆 他们那叫借吗 借了是要还的好吗 只借不还那是要好吗 你觉得那叫借钱 可他们认为那叫杀富济贫 促进社会和谐 哎 不能广说我 说说你那些互奔国有 也没少借吧 郭林 抬帽子 千眼镜 他们哪一个借了钱还钱呢 算算算算算 老婆 这样啊 关于借钱不还这事呢 咱以后就别聊了 但是这么下去呢 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定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以后呢 不管谁找咱们借钱 咱们不要轻易地借出去 好吧 行 你的意思就是说 咱以后 对所有的亲戚朋友啊 都实行兼壁亲眼政策 对吧 哎 老婆 咱们都努力了这么久了 对吧 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那就证明 革命尚未成功 还需继续弄定 爱情不光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有什么了解 爱情不光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你们这月的生活费啊 再加上一个水电费 再加上一个物业管理费 再加上一个你们的上网费 垃圾清理费 一共是两千五百一十九块 有 那个小妈 你看看这账本 然后你自己再算算 不用不用妈 我相信你 算不 六七八 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四七 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八二千六 那我不用找了 不找不找不行 虽然咱们是亲娘俩也得明算账啊 我不能占你便宜 找八十吧 八十一 行臭小子 打他 昨天你们屋灯泡坏了 我给你们换个灯泡五块钱 嗯 找五块 找什么找啊 那灯泡是五块钱 可是人工费呢 你爸得上去给你们安上啊 行 五块人工费啊 对 还有呢 嗯 你们这个卧室 我每天都给你们打扫对吧 你们请小时工是不是也得花钱呢 所以你看你们 明白 妈 您说吧 多少钱 那个我打听了一下 就是咱们隔壁的邻居 他们家请着那小时工呢 他是每平米 是按面积算的一块五 你们这就差不多是十平米吧 这一个月下来 这应该是四百五 这么贵啊 呦 呦 儿子你还嫌贵 你妈我给你免费当了三十年的保姆 对不对 我没收过你一分钱吧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 那既然现在你不顾我的感受 非要辞职 那我不能亲情奉送了 咱们得安心市场经济规律办 五百 五百 当你五十 还有小曼今天早晨 你刷牙的时候 打碎了一个收口杯啊 对 那那杯子十块钱够吗 够了 那您扣十块吧 对 行 四十这个啊 爸 妈 那这个月账算轻了吧 算轻了 那我们俩回屋了 不是 一乐 不是一乐 你听你听妈跟你说 你 你真的吃了畅夺铁了心 非要辞这公职啊 那铺面我们都看好了 三年后签合约 什么 那那铺面你们都看好了 那那你们那钱呢 我们凑啊 反正小曼她妈把村的钱都借给我们了 这 哎呀 哎呀 没事那我们就先回去 爸妈那您也早点睡吧 早点睡啊 你看看 你养的儿子 我看不一定成功这事 大吉州 您什么时候才能忙完啊 不是等你老半天了 马上了啊 快了快了 哎 交稿了 什么事啊 那么着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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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有舒适的 妇产科医生 怎么了 造人成功了 就是没成功了 是吗 你怀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 那你说阿伟那么好面子 我要叫他去查他肯定不干 所以我打算先从自己身上查起 看问题是不是出在我这儿 嗯 哎 等我玩啊 你啊 你啊 这个啊是世人民医院最有名的妇科大夫 李主任 你就去找他 你说是晚包记者李小曼介绍来的 谢老亲爱的 谢什么呀 那我走了啊 哎 怎么了你这是 哎 批你去医院吧 你这病了 哎 我就是前两天为咱草子没吃饭 胃病灾了 你啊 你说你都是咱报社的依稀稀者了 还这么平民 没事我喝杯热水去 好 帮你去去 嗯 轻轻依靠在你的肩膀 微笑享受你深情目光 与你泄浪是我的梦想牵你的手迎接夕阳 就让美好慢慢来 岁月以前一生走过来 乘起你送我的酒余色 请我不慢着问你的手慢慢走 哦 你说假因为有我才美 最迷漏我烧菜的滋味 我喜欢你给我每次惊喜 也最爱你成说的那一句 就让幸福慢慢来 就让幸福慢慢来 时光一点一滴会成爱 好想陪你看花落花开 就让美好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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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我还在 发生高词 就让美好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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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感谢观看